上回说道 子莱也让名人消耗掉皮内普通的查克拉 名人就施展出多重影分身 上演了一场我打我自己 最终名人的本体打败了所有的分身 果然还是我最强啊 子莱也看他查克拉消耗的也差不多了 就先给他表演了一下通灵术 召唤出一只蛤蟆 蛤蟆伸出舌头 递给名人一个卷轴 这时和蛤蟆签订契约的卷轴 用血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并按下手印后 契约就签订成功 就可以召唤蛤蟆了 名人按照步骤做完后 就迫不及待的要试一试 随后双手结印 大喊一声通灵之术 一阵烟雾过后 抬手一看 只见一只小蝌蚪在地上蹦的 子莱也一看 人都傻了 自己这是收的一个什么徒弟啊 天赋也太差了吧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不 另一边 木叶的暗人在村子里发现了疾风的尸体 得知此事后 三代火影紧急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 经过一番推测后 大家认为 可能会有人要在木叶搞事情 但是现在掌握的情报还很少 三代让大家别轻举妄动 先都警惕起来 一旦有风吹草动 就要进入战斗状态 接下来这段时间 进入第三场考试的几个人 都开始了艰苦的修炼 为接下来的考试做准备 所住也从医院跑了出去 跟卡卡西开起了小灶 而杀人的嘎拉他们 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 他们此行的目的 其实是要借助中人考试的机会 和隐忍联手来击溃木叶 这一切其实都是大蛇丸在背后操纵的 一花眼就过去了三周的时间 名人的通灵术修炼的怎么样了呢 他从刚开始的召唤出蝌蚪 慢慢的修炼到长出了两条腿 再到现在长出了四条腿 自来也被他气得 差点当场退出游戏 而名人经过这么久的辛苦修炼 终于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随后自来也一通水叫醒了他 说三个星期 连个蛤蟆都召唤不出来 你太菜了 还是别练通灵术了 名人一听气得哇哇大叫 自己每天都在拼命的练习 你有时间在这说风凉话 还不如教我一点诀窍什么的 这个诀窍嘛 也不是没有 啥呀 说来听听 小伙子 你怕死吗 为了成功 你愿意赌上性命吗 我愿意 来吧 尽情的蹂躏我吧 好 那就跟我来吧 我就装个逼 你别当真呀 接下来自来也带着名人去泡了温泉 又带着他去吃了最喜欢吃的伊勒拉面 不过自来也在结账的时候 偷偷跑掉了 他的名人只能自己掏药包了 然后自来也又让他去抱一抱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名人一听 那多不好意思 于是就把小鹰约了出来 结果可想而知 被小鹰包打了一顿 这些事做完后 自来也对名人说 该做的都做了 没有后顾之忧了吧 名人一脸懵逼 还没弄清咋回事 自来也就一拳打在了他肚子上 名人当场就失去了意识 等他清醒过来 自来也又对他说了些奇怪的话 名人又 从死亡的恐惧中释放出强大的查克拉吧 用自己的身体去体验 去找到诀窍 说完后伸手一弹 把名人弹了出去 名人穿过一瓶草丛后 定睛一看 妈爷 下面是一道万丈深渊 后此仙人 你跟我闹着玩的是不 我之前说的都是开玩笑的 往下掉落的名人 赶紧想办法 他尝试把查克拉凝聚在手上 去扒岩石 然而石头上面太滑 根本抓不住 眼看火影就要提前大结局了 名人的意识 突然来到一个房间 在这里 他看到一个大铁门 门上贴着一个疯子 里面关着的正是九尾妖湖 名人意识到 这是自己体内封印着九尾的地方 然后他对九尾说 你这个老狐狸住了这么久 是不是该交房租了 这九尾倒是好说话 释放出了强大的查克拉 给了名人 其实他也不敢不给 因为名人死了的话 他也就要跟着领和办了 得到九尾的查克拉后 名人再次施展通灵术 只见从他手上 喷出大量的查克拉 随后一个起行巨大的蛤蟆出现 四脚撑住两边的峭壁后 切住了名人 这个叼着烟斗的蛤蟆 自称是蛤蟆老大 名字叫文泰 他为名人自来野在那 为什么在这种地方 把他召唤出来 上面的自来野 此时躲得远远的 因为这个蛤蟆老大 他也应付不了 名人说 是自己用通灵术召唤的他 维太一听 乐得烟斗都要掉了 现在的小孩 个头不大 牛逼吹得倒是不小 名人气得 直接开起了白眼 随后维太把名人丢到背上 用力一跳 跳到了地面上 名人和维太打赌 说如果今天一天 都能待在他身上 不被他甩下去的话 那么他就必须要认可他 小伙子 老子还怕你不成 一会摔死了 可不管赔啊 随即维太开始 疯狂扭起了羊个 甩了半天 都没能把名人甩下去 接下来不是跳上天 就是跳下水 一对折腾就到了黄昏 名人一个没站稳 眼看就要掉下去 关键时刻施展了影分身 又把自己给拽了上去 然而正在他嘚瑟的时候 身体终于撑不住 晕了过去 此时文泰被名人的毅力感动 伸出舌头切住了他 又把他放回了自己身上 这时子莱也把契约卷轴扔了下去 看到卷轴上名人的名字后 维太也相信了 他没有骗自己 感慨到 自从水门之后 还是头一回有人坐在自己背上 随后就把名人送到了木叶的医院 名人再次醒来 已经是三天后了 他从陆安口中得知 比赛明天就要开始了 名人慌了 自己要赶紧修炼呀 这种时候怎么可以呼呼睡大觉呢 陆安说就剩下一天了 慌慌张张也没用 好好休息也是一种修炼 这时名人突然肚子饿了 陆安就拎出来了一篮子水果 说丁次那家伙吃烤肉吃多了 把肚子给吃坏了 北篮水果是拿去看望他的 但是医生说不能让他吃 也就便宜名人了 此时 我爱罗来到小李的病房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小李 他想到了凯救他的画面 然后又想到了自己 从小没人疼没人爱 就要下手杀死小李 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病房的 名人和陆安撞见 名人上去就给了我爱罗一拳 为他要对粗眉毛做什么 我爱罗倒是挺直接 说我要杀了他 而且没有任何理由 只是单纯的想杀了他 还说如果他们敢阻拦的话 就把他俩一起杀了 名人气的再次开起了白眼 这么嚣张 那你来试试啊 然后就各种反怼他 一边的路完 赶紧用胳膊肘捅他 大哥你少说两句吧 我可不想和你一起被杀死 随后我爱罗讲起了自己悲惨的往事 说自己是风之国的太子 他爹是第四代风影 自己刚出生母亲就死了 然后他爹在他身上 安了个叫守鹤的怪物 在他六岁的时候 被村子判定为危险人物 他爹就开始一直派人暗杀他 从小没人疼没人爱的嘎啦 通过不断的杀死暗杀他的人 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 那就是只为自己而战 只爱自己 只有通过杀人 他才能找到自己的垂在感 路完一听 哇好变态 但是名人很理解嘎啦 他曾经也是孤独的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 但是伊洛卡对他的认可 让他第一次对活着有了真实的感受 而眼前这个吴埃罗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活着 靠杀人来获得垂在感 想到这里 名人恐惧感油然而生 眼前这个家伙 他们是打不赢的 故事讲完了 嘎啦也要准备动手了 危机时刻 凯基是出现制止了他 嘎啦一看 得 人杀不成了 收起沙子就转身走了 林总还放了句狠话 说一定要杀死他们几个 晚上 名人去吃伊勒拉面 给自己压压惊 要说这伊勒大叔 人还真不错 知道名人明天考试 就请他吃了一大碗 超级豪华版的拉面 名人也不客气 开开心心的就吃了起来 第二天迎来了考试的日子 来自各国的大明们 纷纷的来到了木叶 名人在前往比赛场的路上 顺路还撩了下橱田 撩的橱田脸红心跳 口干舌道 然后名人发现 自己快要迟到了 跑着跑着 遇到了木叶丸 木叶丸说 直到去比赛场的近路 然而打开一看 近路被封上了 别慌 还有另一条近路 带着名人就钻了下水道 等出来一看 离比赛场更远了 木叶丸又出主意 让名人骑牛去 说牛跑得老快了 马都追不上 结果牛把名人甩了下来 然后看到了他遗附上的红圈 瞬间红了眼 开始疯狂的追他 然而他这一跑 引得牛越来越多 名人就这样被一群牛追着 以一个很风骚的姿势 进入了比赛场 那么今天的视频 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